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旨在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他们于1969年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 这标志着美国在太空竞赛中取得了胜利 而当今有90个国家在太空展开了活动 20世纪中叶的太空竞赛主要是为了国家威望和科学成就 但今天的太空探索远远超出了月球上的旗帜和脚印 太空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的舞台 各国合作私营公司创新尖端技术交叉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 那到底什么是太空经济呢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 太空经济是指任何涉及探索研究理解管理和应用太空的活动 它包括从探索遥远天体到开发造福人类的服务和应用的一切 比如卫星服务 通信 地球观测和科学研究 截至2021年 全球太空经济估计价值4690亿美元 比2020年增长了3% 金融服务巨头摩根斯坦利预测到2040年 全球航空产业创造的收入可以超过1万亿美元 而到了2050年甚至将达到3万亿美元 那在这个快速扩张的太空经济领域 SpaceX 蓝色起源和洛克 希德马丁等几家关键参与者 已经崛起 为地球以外的探索做出了贡献 太空经济看似遥远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太空我们是上不了的 那到底是否有什么投资机会我们可以了解呢 首先第一个是卫星产业 航空经济的核心是卫星产业 这其中包括了服务于各种用途的各种卫星 比如我们的语音通话 通信卫星 地球观测卫星 导航卫星等 这些都是航天经济相关产业的卫星产业 第二个是发射服务 像太空发射卫星和载人任务需要先进的技术 基础设施和专业的知识 这使得发射服务成为太空经济的基石 比如大家熟悉的马斯特的公司SpexX 联合发射联盟和阿利亚纳航天公司等公司提供的服务 通过专注于可重复使用性 低成本 运载火箭和创新卫星等应用 这些公司正在使太空变得更加容易进入和商业化 他们的努力不仅扩大了太空经济 还为科学研究 环境监测 全球通信 甚至是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进步 扑平了道路 对于那些对投资太空领域感兴趣的人来说 现在正是参与这个投资的理想时间 太空经济凭借着突破性 创新 持续蓬勃发展 这些创新也将重新定义我们与太空的关系 从历史性的太空竞赛到如今的兴趣和投资的复苏 人类对于宇宙的失恋始终如一 那其驱动力呢 莫过于来自于对探索未知领域 和解开宇宙奥秘的集体的愿望 无论您是科学家 企业家 还是对于投资太空经济感兴趣的人 现在都是参与其中的最佳时机 当我们踏上宇宙变革这段旅程的时候 探索发现和合作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好了 本期的Vantage财经周报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点击转发和关注我们的账号